我们来这边介绍的是旋转体体积的第二种的技巧 叫做波壳法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之前的话呢 我先举一个例子 这是以前面做过的 但是我们还是在做 用这个方法做一遍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求 y等于x平方 y等于4 x等于0 那么这三条线的话呢 在第一项线 那这个题目的话 我们已经做过了 不过还是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旋转绕什么呢 绕 y轴旋转 好 我们让它绕 让它绕 Y轴旋转 来我们看看图好了 这个是一个 Y等于x平方 然后的话呢 这是Y等于4 这是Y等于4 这是Y等于x平方 这是x等于0 它在第一项线 它在第一项线 绕Y轴旋转 来我们让它转 这样子转法的话呢 将会造成的是一个 抛物线锅 那么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怎么做呢 我们的话呢 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在圆盘法之的做法 是横的切 水平的切 那么这一次 我们将要做的是 另外一个做法 叫做直的切 那么我们继续做下去 我们来看看这个图形 这个的话呢 我们做法是用直的来切 如果说每一片的话呢 直的切 就是切成这样的一个薄片 直的薄片 那各位同学看一看 这个薄片 我们的话呢 它的厚度是dx 好 那么这一个薄片 它所形成的话呢 旋转之后 是什么形状呢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薄片 这样的绕 它出来的话呢 就是一个空的一个 像是轮胎皮一样 像一个桶子一样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呢 怎么做呢 我来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把参数列出来 给各位同学看 这个的桶子的高度是多少 这个高度的话呢 是上面的话呢 是y等于4 底下的这个y 我们要中断的 中断的y 所以这边的话呢 是y等于x的二次方 那么中断的话 当然就是上面的y 减掉下面的y 4减掉x的平方 好 然后再过来呢 再过来的话呢 是我们的这个旋转的半径 这个旋转的半径的话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当然叫做x 半径叫做x 好 再来看厚度是dx 那么下一步是在做什么呢 下一步的话呢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们要拿一个剪刀 将它剪开来 直直地剪开来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 来想想看 会是什么形状 它就是一个长方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剪完了以后 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把它平摊开来 就是一个长方形 那么它这个高度 仍然是4减x的二次方 这个宽是多少 这个宽就是这个圆形的周长 所以是2πx 厚度呢 dx 那各位同学的话 我们的这个体积的话呢 是横的长 高 再乘上厚度 那么就是一个薄片的体积了 那我们就把一片的体积写出来 v的话呢 dv就代表薄片的体积 是长 宽 高 这个是 这个当然不是 这是横宽 高 跟厚度 是2πx 乘上 4减x的二次方 乘上dx 这是我们的薄片的体积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要把它整个积分起来 这个积分的话呢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话的薄片的话呢 是由这边积到这边 这个坐标 各位同学知道 这个坐标不难 不难计算 y是4 当然这边y就是4 这边x就是2 我们要从哪里积到哪里呢 变数在x上面 x是由左到右 所以我们积分的区域是由0到2 来我们来计算一下 0到2 这边是2π 这边x的话呢 我们就先把它做一个处理好了 这边是4x 减掉x的三次方 dx 好 那现在的话呢 再继续做下去 这里是2π 我们不要管它 不要管它 我们就2π留着 现在的话呢 4x怎么积分 2x的2次方 减掉 x三次方的话呢 积分要变成x四次方 再垫一个四分之一 积分完毕之后 我们的范围是由0积到2 好 那我们现在准备把数字带进去了 2π继续写着 好 把2带进去 这个2带进去 42得 8 减掉 这个地方2带进去 这是16 16除以4是4 扣掉 0 这个0就不用写了 为什么呢 因为0带进去也是0 这边带进去都是0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不要写 于是答案是 2π乘上4 所以答案是8π 我们使用的是波壳法 波壳法的话呢 是直的切 然后做出来是一个空心筒 然后再用一个剪刀把它剪开来 这样的观念做出来的结果 各位同学可以跟前面 叫做圆盘法的这个例题 我们是使用同一个例题 那么各位同学可以做一个比较 那么这个方法的话呢 它也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说它中间的话呢 是旋转的时候 中间会有洞的话 我们不需要考虑挖洞 那么如果说是圆盘法的话呢 中间要扣掉的 我们就要考虑中间要挖掉 所以的话呢 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在一个比较困难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一般来说 使用波壳法比较多